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聊一个美国的智库 也算是对中共、中国很了解的一个 在美国来说叫知华派 或者叫亲华派、亲共派、熊猫派都行 他在中国关系也很深厚 这个研究学者,他英文名字叫斯科特肯尼迪 但是他有个中文的名字叫甘斯德 在中国学术界和国际关系、对美关系等等 这方面在学术研究界很有名 他包括跟北大的国际关系研究院等等 都有一些学术合作 同时他也有30多年和中国打交道的背景经历 那么他同时也是疫情解禁之后 科威解禁之后 他第一个进入中国和中国官员和企业高层 进行面对面交流的一个西方学者 2022年的9月份 科威放松之后 他是第一个 所以他也有很多的著作 他现在本人是在美国的一个智库 就华盛顿这儿在杜邦Circle 那有个智库研究中心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缩写CSIS这么一个机构 他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但同时你要知道CSIS有一个另外一个知名的专家 就是亨利·肯尼迪 肯尼迪是亨利·基辛格 那个老头子 基辛格算是老派的 熊猫派 那这真的是老共产党员了 那算是跟中共关系很好 那么其实甘斯德算是有点中间派 不是那么的像亨利·基辛格似的光顾挣钱 不是 甘斯德还是比较中间 比较靠中间的 我感觉 包括之前我也看过一些他的研究 包括他写的一些东西 包括记者的采访 那么他是最近刚刚从中国回来 他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也亲自到现场 听了李强的演讲 开幕式上 但是他没见习近平 因为老习见面里头没他 但是他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中国通 这毫无疑问 和中共关系也很好 他最近的一些采访报道 我觉得挺有意思 因为之前我看到过一个 比如说他最近在三月份的时候 他对美国的媒体的一些采访当中 他在北京 当时3月20号 有一个外国驻华记者协会 在北京举办的一个线下的一个座谈 那么他提到过一个他自己的观察 我觉得挺有意思 也是一个挺独特的角度 他说 外界对中国的问题感到困惑 其中有一个问题之一 他说中国的领导层 为什么不采取更多的措施 来回应人们的担忧并增强信心 因为疫情减进之后 外界猜测中国会有快速的经济反弹 但是并没有看到这种现象 经济复苏的步伐非常的缓慢 为什么即便面对这么大的民众的意见反弹 中国还继续走这条路 他说中国领导层其实他就很婉转 他的意思就是习近平为什么不采取更多措施 来回应人们对现在中国的担忧而增加信心 而且外界这么多的反弹意见 为什么中国还继续这么干 他提出了四步的猜测 我觉得这四步猜测挺有意思 就是四个步 他说 第一个是中国的领导层 他用中国领导层 其实他就说习近平 中国领导层听谁的呀 老习的 谁说也没用 谁说都是放屁 只能听他 那么他说 第一个四步的猜测是中国 咱就用他的原话领导层吧 中国领导层不知道事情的严重程度 他们没有被告知一些信息 也就是领导层无知 信息封闭 他停留在自己的信息检防 他不知道现在情况已经烂成这个样子 他不知道 他说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认为和习近平进行面对面的谈话有如此重要的原因 这是他说的第一个假说 第一个猜测 第一个不 第二个呢 他觉得是现在解决中国当下的房地产问题 生育率老龄化的问题 经济问题过于复杂 领导层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说习近平不知道怎么办 你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这是他说第二个猜测 第三个呢 就是领导层不在乎 可能比起经济议题 中国的领导人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思考他自己和其他中共政治局成员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也就是说政权 考虑我的政权 我的政治地位 政权 我的这个权利啊 第四呢 他说呢 有一种猜测 就是领导层不同意你们外界的分析和判断 他们认为他们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这甘斯德这个四个啊 这个四部猜测 我觉得很有道理啊 这挺有道理的啊 他说呢 接着说 他说前两个理由啊 是无意识的 那第一个原因呢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外界 外面经济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了啊 第二一个呢 是他没办法 所以呢 这是他说明呢 就是他无意识的 他没辙啊 这种原因 那么如果是后两个原因 那么后两个原因就是他说的 领导层不在乎 比起经济问题 我们更 中共的领导人更在乎他自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 也就是政权和权力安全的问题 那么第四一个呢 就是领导层不同意啊 就是说这个 不同意你们外界的这种分析判断 他们认为他们做的对啊 所以呢 他说如果是后两个理由的话呢 就是有意识的 他们清楚 他们想做 并且认为需要做的事情 甘思德呢 也坦言 我不知道真正的答案 但是呢 也有可能 并不仅仅是这四种猜测 他们中国的领导层呢 有可能是有意识 或者是无意识的进行决策 所以呢 这个他说的意思呢 就是要通过大量的学术 商界的交流 多多的沟通 确保这些信息呢 进入中国啊 就后面说了一些学术性的话 但是我觉得呢 他这个四个猜测呢 还是挺 挺挺挺 挺独特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学者角度的一个判断吧 那么最近呢 他是刚刚啊 回到美国 从这个中国发展论坛 回来之后呢 接受了这个德国之声啊 他的一个专访 对中国 他这次去中国的一些感受 包括参加这个高峰发展论坛的情况 那么呢 他提了这个德国之音呢 提了几个问题啊 比如说呢 第一个就是现在啊 中美关系你觉得有改善吗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呢 他提到了一些历史背景 比如说呢 2022年的秋天 就10月份 当时呢 秋天就是这个 巴厘岛峰会 巴厘岛峰会期间呢 拜登啊 这个谁布林肯呢 跟老习呢 在巴厘岛见面了 当时呢 就计划转一年 布林肯去中国访问 那就是疫情之后呢 两国关系有点松动了 但是呢 阴错阳差 2023年年初 不就那个间谍气球飞过来了吗 牵接气球一飞过来 美国人就急了 国会就急了 这不行 所以呢 因为这件事情 那他们的这个关系就延后了 那么他说呢 现在啊 从去年开始 两国在这个旧金山见面之后 那么有十几个工作组啊 现在呢 有一个在华盛顿 一个在北京 都已经平时在开始这种紧密的合作和沟通 他认为 甘思德认为 我现在觉得中美关系呢 是没有冲突的竞争关系 仍然充满紧张 但是更稳定 不那么容易 不会那么容易发生突然的灾难 跟一年前相比 关系好多了 就比较稳定 那么他说呢 但是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 包括这个产能过剩啊 这个芯片啊 科技制裁啊 南海问题啊 等等吧 现在两国之间呢 还存在着很多的分歧 然后呢 再有第二个呢 就是德国之声呢 问呢 记者问呢 耶伦啊 就美国的财长 这次去中国 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有什么收获 他说呢 主要是耶伦不就是谈那个 这个这个产能过剩啊 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例行公事的工作组的一个议题 这产能过剩全世界都知道 而且我自己觉得呢 像耶伦呢 这个去中国呀 这些工作组啊 其实呢 也就是互相打打太极 霍霍西尼 打太极霍西尼 主要干这两件事 中美两国政府都知道 就是他们这些沟通谈判呢 仅仅仅就是关系稳定下来 不要那么急剧的恶化了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用啊 不要说脏话了 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这个这个用处啊 就就没有改善 只是现在就平时保持联系啊 你吃了吗 就是天不错 今天天气不错呀 是那你去哪啊 我这我这刚我这刚吃完早点 那其实呢 也是鸡同鸭讲 你看这个习近平和拜登 前几天通电话 其实就是还各说各话 也没啥突破性的东西啊 所以也就是这样啊 现在呢 也就是互相打打太极啊 咱咱再说这甘思德啊 这甘思德呢 也说到美国啊 有一批在中国做生意的啊 美国商界在中国的这些这个代表 这些商界人士呢 对中国现在的情况呢 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呢 确实啊 在努力的想给外界传达一个印象 我们中国政府正在努力 尽一切努力强化经济 而且呢 我们会推出更多的举措 我们会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 但是美国在华的商界人士 并不相信中国的做法会奏效 就是这些你说出大天人 老美也不是傻子 我们不觉得你能解决问题啊 那么 后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记者问他 你说你今年去了中国的高峰论坛 这个发展论坛跟往年啊 有何不同 然后呢 他就说呢 这次啊 这个开幕式的演讲级别比较高 李强 现任总理直接进行 这个开幕词演讲 以前都是一个副总理 丁薛祥 以前是这个 但是这次呢 换成李强了 而且呢 会后呢 这个美国的这些 有一些工商界的人士 还和习近平啊 见面了 他说呢 他说呢 商界人士觉得 对和习近平的见面只是缓解了他们的一些焦虑 但并没有啊 给他们一些明确的信号 或者他们并没有看到有一些改善的迹象 只是从态度上 就像我说的这种 稳住外商啊 这个安抚一下 也就这个意思啊 那么他也提到了库克啊 苹果公司库克在中国呢 这也是一个具体企业的个案吧 那么还有一个呢 他我觉得呢 算是这个美国智库啊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 算是中共的老朋友 给呢 习近平指明方向 他说了一句一个事啊 这个记者问呢 说您认为中国应如何进一步改善和外国企业和投资者的关系 改善啊 这外资在中国进行投资的这种环境 那么甘思德说呢 中国政府面临的首要挑战 不是解决外企的关切 外国企业的关切 而是国内民众的关切 中国民众的关切 他说呢 国内民众关注的是政策的整体发展轨迹 那么潜台词呢 就是你政策前后不一致啊 你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啊 你总是在这烙大饼啊 总是在这玩命掉头 你这玩命打转 这受不了啊 你这政策没有发展轨迹 所以呢 没有延续性啊 第二一个呢 他说 以及中国在现任领导层阶层之下往哪走啊 就是说的 他总是用一些婉转的话 所以这个甘思德呢 还是在中国呢 很了解啊 所以他极少啊 点出习近平的名字 他也知道 现在中国呢 都听了习近平的 他说呢 中国在现任领导层之下 往哪走啊 也就是说你到底是改革开放 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还是搞这个国际民退啊 还是搞这个调头 所以呢 你看不清方向啊 他说的是这个原因啊 他说呢 他们啊 他们就说中国民众啊 他们关心经济政策 不同产业的宏观层面 还有政治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以及中国与西方日益恶化的关系 对可能爆发战争的担忧等等 中国领导层要解决的是这些忧虑 具体如何解决 我没有特别的建议啊 他也是比较鸡贼啊 他说我没有特别建议 但是我告诉你 你得看你们自己国内的问题啊 他说呢 如果倾听人们对于政府 在经济领域 在日常生活当中 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担忧 我想他们就会对这些焦虑和忧心 有所了解 也就是说呢 倾听民意 就这么四个字 你要倾听民意解决问题 最后呢 他说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 自然就会连带解决国际社会的关切 解决这些问题实际要从中国国内开始 接着就会自然而然的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啊 他说呢 最后呢 还有一段落 他说呢 我三十六年前啊 第一次去中国 那么也就是一九七 不不不不 一九八八年 一九八八年 第一次他说我去中国 每次旅行啊 都不一样 我曾多次在中国生活 有深刻的印象 那么中国呢 也取得了这个很好的进步啊 他也捧了捧臭脚啊 什么电动车呀 产能过剩啊 企业多呀 这其中呢 是一些创新竞争 也很惊人啊 他在其他产业当时是说了些 他说呢 不能简单一句话的就概括 说现在中国是一个在走下坡的国家 这样的图景 不能这样概括 中国有很多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到中国旅行如此重要啊 他呢 说我很担心 如今中国政府的政策 让人们难以自在的在中国旅行 让外国记者难以获得签证 实地报道中国 我认为中国政府营造这种氛围 对他们自己不利 如果游客 学生 学者 商界人士和记者 能更自由的 便利的进入中国 世界对中国更细致 更深刻的 会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呢 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啊 应该让人们更容易的回到中国 我认为这些群体 对这些群体的开放 将使中国变得更加人性化啊 他是搞学术的嘛 这不还是一个学者风范吧 他呢 其实最后这段落呢 就是中国越来的越保守 对外界越来越充满敌意和排斥 因为他提到 应该让记者 更容易啊 获得签证实地报道 以及呢 他说啊 应该让人们更容易的进入中国 像中国现在搞这个 反间谍法呀等等 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啊 你想他在中国 搞这些学术研究 他去北大也演讲 他也去北大演讲 也去一些企业机构 其实他 也是一个很危险的 潜在的 就是中国所谓说的这种抓间谍 他天天跟中国企业 他搞学术研究啊 他要这些数据啊 他要这些情况啊 他是搞研究的 所以呢 这个往往也很危险 所以他应该也知道啊 现在的中国的政策 以及去向 所以他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啊 就是中国要解决 国内民众的关切 就能啊 顺理成章的解决了 外资和国际社会的关切 就是你要倾听民意啊 你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你不用 其实现在中国呀 很多事情就是 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他不解决病根 你说外资这个 走了 不来了 老习亲自出面 你们回来吧 没问题 我们会 会对你们好的 能挣着钱 你看我们还在深化改革呢 等等 就是头疼一头 你说这个地产不好 哎呀 这个不行 我们给各地方放开吧 我们给这个 这个融资平台吧 你说这个民营企业不好 现在又高 哎呀 我们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 等等 他确实干了一些 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但是他这个身体已经没办法治了 已经无知啊 晚期了 所以呢 这个东西没有用啊 只能是这个 解决点皮毛啊 但是你这种 就像我说的这个 这个 托姆詹甲乔全靠嘴对付 人家老外也不傻呀 人家 人家怎么可能那么 而且现在特斯拉和苹果在中国都不顺 其实这也是美资的一个风向标 华尔街不用说 华尔街呢 就是险资 游资 就是今天这挣钱了 我们打资金进来 明天资金不好了 我又走了 你看那个敲水基金的达辽 今天又说了 哎 这个中国现在可以投资了 前两天他还说不行呢 今天又说 最近的可以 所以呢 这些华尔街资本呢 他是油资 他是拿钱到你这赌场呢 手里拿一堆筹码在你这桌子上晃晃 一看呦 应该开大了 夸 我就下一把试试 不行 我就走啊 人家没想在你这尝看 但是这些 像苹果呀 特斯拉呀 这些科技企业能不能待得住 其实是一个关键呢 好吧 今天也是我看到这个甘思德啊 因为我原来 看到过他的一些采访 包括他写过的一些 这个文章的段落吧 曾经我看别人介绍过 他那本书啊 就中国的游说生意 那么他呢 这个有一些段落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就是他确实是个中国通 他很了解 包括怎么跟中国的官员打交道啊 跟学术界打交道 他呢 还经常啊 在他的这个CSIS呢 搞一些论坛啊 前一段还请北京大学的一些这个学者啊 做视频连线 所以他在中国呢 也有深厚的关系啊 他很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 那么他的这个评论呢 来说他不像其他的这些智库啊 或者说一些比较激进的那一派啊 他还算比较亲共的啊 比较柔和的 比较婉转的 但是他也直言不讳的 点出了现在中国的当下的问题啊 就是你要倾听民意啊 解决你国内的问题 外资财 你不用哄哄外资 哄外资不是首要挑战啊 就是这么个事儿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